鍾佳欣現身澳門擔任聖誕梁登嘉賓 他表示非常喜歡和重視聖誕節 都覺得是一個屬於家庭的節日 而早前就說鍾佳欣有意加聞古天樂旗下的天高娛樂 但最終就臨門失腳 原因是因為在恰傷期間 鍾佳欣就發現自己的名字在官網出現 因此感到不滿,導致加聞告吹 鍾佳欣就首次回應了 其實這個絕對不是一個事實 首先我和古山公司旗下 有一兩個同事是好朋友來的 而我現在也是自由身的 所以當有任何的工作 或者我們大家朋友 如果他們有些什麼想找我 他們都會referr給我 所以暫時來說 這個關係就是好朋友的關係 我現在因為真的是一個全職媽媽 當然在我事業上 我還覺得我還可以走得更遠 我也有很多夢想或者project 我很想實現 但暫時這一刻我的小朋友太小了 你說真的要簽一間公司 我想大家要好好去建立一個很好的關係 然後再決定是怎樣 我自己很喜歡音樂的 如果你看我的手機 有很多首歌作作 我希望將來如果 可以做到一些和音樂有關的東西 當然會很開心 但其實我現在拍戲有點癢 因為其實真的很久沒有拍 將來吧 將來我相信會重出電視 或者影視的銀幕 我會非常乘的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